大家好,我是Edan,VentureGrab的founder 2009年,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创业 经过反复的思考,到最后决定开家,创烧小店 而且还签了三年的合约 经过一年的努力之后,餐厅的营业额并不理想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于是我开始在想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那间店起死回生 可是到最后还是找不到 或者初顶这家餐厅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结束营业的成本 是当初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事情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遇到了一个有兴趣的买家 最后终于成功把它转让 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找到退场的方法 把亏损降至最低点 对于新接手的老板来说 原先的装修、防水、冷气、设备等等 能回用就回用 进场的身份自然低了许多 过后,我每次都会回想 为什么市场上没有一个专业的生意对接平台 能够提供更加简易 更加方便的方式来寻找合适的生意机会 投资机会,甚至是退场的机会 过后,我二度创业也成功地占我了脚步 可是我一直有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Business Matching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中小企业做些什么 要做就做和别人不一样的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准备工作 2018年Venture Grab应允而生 我们为中小企业的老板们提供更专业 可信任的生意配对平台 Venture Grab的整体流程操作非常简单 只要把生意立上来,并说明你是要转让 找投资者或者是Franchise出去 接下来,宣传您的生意 让市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生意机会 而我们会在整个过程之中提供相关的服务 协助合作的双方 Venture Grab的目标是成为马来西亚 第一的生意配对平台 同时,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可复制的 我们把生意模式复制到周边的国家 试想想,哪个国家的生意 没有扩充、合并、收购或是节约退场的 答案都是一样的 有 我们的生意模式是个蓝海 是个全新但是庞大的市场 看得见其中巨大的机会和潜能 会成为我们的投资人和合作伙伴 而现在看不到的人 会在未来看到我们的成就 各位,如果需要了解更进一步的投资或者是合作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